大家好 我现在在中越边境东兴 现在我来这个中越人民友谊公园这里转向 这个公园应该很大吧 我也没来过 第一次来这个公园 前面那里有一座那个宝塔 这个公园很大呀 我都不知道从哪里逛起 这里有那个指示牌 文昌塔 关帝庙 口湾不清清 这个公园看起来很大呀 第一次来这个公园都不知道从哪里逛起 这个公园绿化特别的好啊 有很多花草树木 特别的不错 适合市民在这里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来这里放松一下确实挺不错的 这个公园就挨着口岸 像有很多越南人他们如果来中国的话 一过关他们都会来这个公园散步的 这里有个湖啊 这个湖里面好多鱼啊 那种小的鱼 那里有一座狼桥 哎 那边有一座塔 那个塔看起来离这里好远啊 走路过去要应该要走好久 哇你看这个树 这个树应该有百年的历史 枝坊叶茂 这边的环境确实挺不错的 在里面很舒服 让人赏心悦目 这边可以上山 这边有什么好看的 1959年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 委托宝宁省书讯 向中国人民赠送一瓶宿主 东新人民将这瓶宿主 再在中越人民有一宫人类 非常有关的 温哥 这里有一个纪念碑 这上面写着光荣的人民 英雄永垂不朽 烈士纪念碑 从这边就可以下去了 这边下去可以到那个口湾这里 中越边防部队友宜领 文昌塔中音乐三种语言的简介 文昌塔占地478.72平方米高46米 为七层蝶岩塔 是中国边关第一大文昌塔 往前面那边可以看得到 是那个中方部队的边防少手 看起来好危言 神圣不可侵犯 这个就是文昌塔呀 这个塔看起来好漂亮 这一座塔是文昌塔 这个塔八层 看起来好高大雄伟啊 特别漂亮 站在那个塔顶的话 应该可以看到越南那边 太壮观了 这个塔 这个塔 我感觉全国的塔 那个外形构造都差不多 感觉有点像那个 公民 深圳公民红花山 那个塔 跟这个塔好像啊 建造也是一模一样的 好